大家早晨 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 10月份一般来说 总是令人感觉到不太舒服 尤其是今年不明因素实在实在太多 但按照现在这一分钟来看 情况又不是差得那么重要 例如好像美股那样 由9月24日的低位26,537点开始上升 去到昨天的高位28,459点 技术上已经有少少升了低位的形态 况且距离9月3日的高位29,199点 亦不是差太远 当然不知如果最终来说 有些刺激经济的方向出来 杜瓊斯市场市顶也好 穿顶也好机会很高 因为这一阵股市的上升 不是因为经济条件 或者经济的优势所拉动 而是由钱资金去推动 因为市场的资金实在实在太多了 广股期间来说也有点反复 但情况同样不是差得那么重要 不过我们先看看 柯卵和共证方面的数据 直至昨天收视为止 以计恒指牛股证的街货比例是54%对46% 即是54%的资金 轻轻看好一点 始终恒指走回到10-20天线 稍后会再做分析 而恒指牛股证的金额 有7000万以上 而最多人买的是 23400到23500点被回收的牛股证 如果大家想在牛股证方面 作少少部署 最好先进入下面的网址 瑞通认股证牛股证 看看相关资料 看看资金的部署是怎样 然后自己再做一些投机性的决定 就比较好些 当然任何牛股证都是投机性 大家不要当它是政府坐仓 有钱资当然要计数 看回港股 10月份 如果过了今天 上旬时间已经过了 下周回来 将会步入一个中旬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恒指走势 是由10月5日的低位 23674 升到昨天的高位 24263点 即是有589点的胜幅 第一 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来说是不可能在四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都不知道 589点的补复 亦都不能够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即是先低而后高的形态 只要不变 恒指还是会继续向上振 今个月的高位 不用多了 我当你1000点的补复 由低位23674点 即是24674 即是恒指有机会进一步向上推升 再看移动线方面 市有点反复 日中指数曾经低卷24021点 但最后恒指报收位24193 即是轻轻跌到49点 情况不是差 因为以收市指数计 恒指仍然在10天线 23663点 以及20天线 24021点之上 讲形态、讲技术上的走势 进一步向上攀升 绝对是50天和100天线 50天线在24621 而50天线在24635点 刚才我说了 每个月肯定有一个形态 不理你先低后高 还是先高后低 反正现在就是先低后高 如果指数一天仍然在20天和10天线流上 技术上、形态上 你仍然有机会作出一步的推升 这一点大家就不需要奏 因为每个月肯定有些反复复的情况 问题是反复向上还是反复向下 在市况这么淡静之下 我们不知道太大的方向 但是短期的走势 我们总是容易比较掌握得到 好了 今天A股就服市了 过去这几天 成交禁业一直是偏梳的 即是市场没有动力 简单说 今天如果A股服市 有些北水南下 可能成交禁业 有机会抢上12亿 11亿或者甚至多些 即管在动力配合之下 市况能不能够趁机会 进一步向上推升 顾分当中 焦点应不应是阿里巴巴 很大机会 突破292元后 不是300元 应该更加高 好了 早试分析到此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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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旅行 构外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